接下來我們就看一個小小的影片 就是日本的影片 講我們天秤的使用的一些方法規則注意事項 準備一個天秤 把它放在一個水平的穩定的地方 不能歪歪斜斜的 平的 這是名稱啦 你也不用管 也不用管 那個就是能夠量的範圍 兩克到一百克 改亮就是它那個最小的刻度 能夠測出來最小的刻度 這個台灣沒有 還有那個要照擺好 左邊放一號 右邊放二號 我們台灣沒這回事 日本人比較龜毛 然後就是校準螺絲 調校準螺絲 歸零 歸零的意思就是指正要指在中間 但是一直晃一直晃 所以就是左邊擺跟右邊擺一樣就好了 左擺右擺一樣就要是歸零了 然後就要放撐兩指 不要讓東西直接碰到那個 我們的襯盤上 但是我們講過 我們台灣要求你 要連襯兩指一起歸零 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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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終於量好了 成功 一樣就是指針到中間或者左右板一樣 表示又重新歸零 我就做好了 那麼就表示你右邊有多少砝碼 就是那個東西有幾克 所以加起來6.2公克 200毫克0.2公克 所以就是表示左邊是6.2公克 最後把它收好 這個台灣也沒有要求 不過應該要這樣做 不過台灣沒要求 重要事項 擺在水平穩定的地方 了解一下客部位的名稱 知道它的最大能夠量幾克 那個最小刻度幾克 照那個號碼把那個名擺好 用照著螺絲讓它歸零 然後 中間 指在中間或左右擺動一樣大 就OK了 然後呢 帶色物呢 放在左邊 然後 砝碼呢 放在右邊 不要拿奶油桂花手去拿砝碼 請用鎳子去夾它 夾的方法 大顆的這樣夾 小顆的那樣夾 小顆的這樣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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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用一個做就好 不要拿好多會湊起來 就是少一點穩一點 然後最後全部做完了 就把它加起來就好了 把它全部這樣夾起來 來 剛剛前面一個就是說 你要從大顆的先做起 從大顆的先放 這就是 我們用影片告訴你使用 然後呢 很多的考試都會考 什麼鎳子那些都是會考的 請你要注意 要把該會的把它記下來 OK嗎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這樣結束